哎呦 孟茵 哎呦 孟茵 跟你说多少好变了 你预言用完得拉起来 我没洗澡呀 不然你 妈 里面有人 妈 谁干的在这里洗澡呢 哎呦 里面有人呢 我不在这儿洗去哪儿洗 这是我的房子 你家洗澡不关门是吧 我家就我一个人 洗澡本来就不关门 那你家洗澡不开水龙头 洗完了还开什么水龙头 那你听到有人进来不能说句话吗 这你就错怪我了 你进来我也吓了一跳 本想躲在帘子后面等你出去 谁知道你非要进来 孟初夏 你不会是已经发现帘子后面有人 刻意想偷看我吧 我偷看你 你就是一变态 一流氓 被看的人是谁啊 怎么到处我变态了 有人做饭吗 有人做我做了 我吃完了 我吃完了 你吃完了 那别往那一屋 你对象话不好 你走走 我还有很多东西要抄了 前几天我没在意 电脑为什么会摆在外面啊 帘于监视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是吧 有些是别人的癖 这个叫教育 孟想 有人盯着学习效率应该不会高吧 是吧 是 是 我 总说自己是个男人了 那么就应该有独立的个人空间 沈岸 谁允许你擅自做出这种行为的 哪种行为 说 信任孩子的行为 孟初夏 你想清楚 要当着孩子用这么激烈的方式 宣告你有多不相信他吗 外星人就在月球背面 想起来了 以前跟你妈妈闲聊的时候 他说过你是外星迷 这本书不错 不过我那儿还有几本更加经典的原本书 回头给你带过来 我不要 你还喜欢科比 要你管 我有科比签名的球衣 他打球的时候穿的 送给你 我 我要提醒你 我们顶多算是房东跟租客的关系 你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来干涉我们的生活 这个屋子里面没有其他人 你不用演戏 所以我们的界线最好划分得清清楚楚 你是说洗澡那件事 别打岔 你又是要跟我们一起吃饭 又是搬电脑要跟孩子套近乎 你不觉得你乐器了吗 还说什么我跟你聊过 他喜欢什么外星 聊过 可能是我记错了 或许是若南跟我说过 总之 其他的小事也就算了 梦想在我心里重用一切 以前发生什么事你不清楚 你就不要乱插手 莫菲定律知道吧 当你越想把一件事情往一个方向 导演的时候 他越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难道要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 听之认知吗 你觉不觉得梦想很像一个人 谁 我儿子可比你帅多了 梦初夏我是认真的 梦想他跟我小时候很像 孤僻 叛逆 而且还自以为成熟 大人越是监视他 他就越叛逆 作为一个母亲 你应该试着让梦想愿意告诉你 他想做什么 做过什么 而不是画出条警戒线被他困住 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教育言论 非常简单 他又不是你儿子 你折教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得提醒你一句 他也不是你的儿子 你能真心对他 别人为什么不能 沈爱 我警告你 以后在这个屋子里面 这种话不允许再出现 从现在开始 你是你 我们是我们 井水不犯河水 否则别怪我翻脸 拎包走人 还有 叶教授的事 请你抓紧一点时间 请你抓紧一点时间 对 看看 我 就抓紧 你 你 不是 我 你看 你 你 看 它 就 新婚夫妇 难道不该 甜甜蜜蜜的 一起上班吗 有必要演那么拳套吗 看什么 要是演拳套的话 咱俩应该再生个宝宝 疯了吧你 孩子 结了婚 不该有个 自己的孩子吗 拜托 要别停 千万别停 别停 他这个人真是 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怎么个脸色不对劲 是不是没看好啊 行了 班主任不说了吗 做你进步最大了 一次两次跑不好算什么呀 我还没看好 我还没看好 你上次说那个姐姐现在怎么样 你怎么说完那边 你上次说她离开了你们家 住到了学校 是因为 你爸爸妈妈是她不好吗 也不是 那会儿我刚生出来 爸爸妈妈当然对我的关心多一点 对她的关心就少一点 听说她跟我爸大吵了一架 就搬着出去 其实我长大以后 也挺喜欢那个姐姐的 也劝过她搬回来 老师她说 她不愿意介入一个完整的家 真不理解她怎么想的 我能理解 我知道为什么了 是不是你妈妈要嫁人了 那个叔叔说 她还要跟你妈妈再生一个孩子 不要你了 不是这样子的 她和那男的只是名义上的 你妈妈是不是说 她和那个男的只是名义上的结婚 其实一切都不会改变 我爸爸当初也是这么和我姐姐的 怎么说了就走 要尊敬好吗 你看过她吗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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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